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 我是主持雪凌 有馬二 贏者 學馬仔 收到一個很不幸的消息 寶全叔剛剛過世了 2015年1月1日 新聞說好像在睡覺都安場離世 叮噹就離我們二去 比較可惜寶全叔作為一個 在香港的配音界真是 講為人知的一位老前輩 那沒有的 常常說寶全叔要休息一下 那現在休息了 七幾年了 應該七幾年配到現在 如果沒有記錯 那就真的幾十年歷史了 應該看動畫有些知力的人 都應該聽過那把聲音 基本上一聽就已經認到寶全叔的聲音 除了叮噹之外 其實大家最深刻是哪個角色呢 我自己其實 在香港你說配音來說 我自己最深刻的印象 其實是因為我白孫 我覺得在這一套 是小數地 在語版配音來說 是比日文版好的一套作品 或者有些人喜歡看足球小將 林元三 林元三就是他 但林元三氣氛又不是很多 林元三我只記得一隻 沒有人可以在甲區線內 射破龍門的 但他是不是用叮噹馬聲杯 我不是很記得 現在用叮噹的聲音 好像有點氣感 其實去年 如果大家有去C3 就看到寶全叔 當時寶全叔 就跟慈田秀一 配馬莎 同場 又不能掩出 同場 叫同台 可惜 看看有什麼人接班 叮噹這個角色 真的比較難 我覺得 叮噹都不只是配他 其實如果大家有去馬會 都聽到 叮噹 保全叔 不過當然不是叮噹 配裡面馬會的東西 2015年 真的一個 不是很好的開始 可以說是 OK 那我們今天 說回我們正式要說的 就是 先回顧 第一套動畫 其實也跟剛才 舒仁說 不是那麼好的開始 都有點關係 為什麼這樣說呢 這樣也關到事 他就關到事 你看一個荒廢的樂園 這樣說 這套樂園追放 叫做2015年 第一套要說的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 金城樂園的救世主 有沒有那個字 金城輝王 金城輝王 差不多 大家知道 我不記名 一向都是 金城就行了 這套東西 我想在講之前 大家給幾分鐘時間 千萬不要插嘴 我先講一個童話故事 典故 在很久很久以前 就有一個叫做 洪峰大陸的一個 魔法王國在裡面 這個魔法王國裡面 簡直人物是腐敗不堪的 有一天 有一個惡龍來襲 所有洪峰大陸的人 都不能夠對抗 郭王就唯有好意 就是要出賣他的女兒 去換取洪峰大陸的和平 然後 我們偉大的 被後世人稱為邪惡魔法師的 魔法師大人 就挺身而出 去對抗這個惡龍 其實他的目標 並不是為了打敗惡龍 他是為了救這個幼力 不是一個十四歲的公主 因為這個大陸裡面 受到太腐敗不堪 他想將公主拯救在火海裡面 帶領他離開洪峰落營 經過一個艱苦的戰鬥之後 摩法師就成功地 將這個惡龍打敗了 然後國王出以反意 就不將公主嫁給他 然後摩法師在萬人為竅的情況之下 他就唯有為了保護公主 他就向公主下了一個魔法的保護的儀式 就是為了讓公主不可以受到這些 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這個洪峰落原裡面 其實是有很多變態的出現 雖然有一些就是見女 就會混購的一些 類似一隻喜羊羊的生物 然後還有一隻是山寨 又不知道是好像這個邦泰軍的東西 還有一隻就是 經常會搞事的一隻不知什麼的貓 還有一隻亂用槍的有一個佈下 但是他知道 摩法師然後就會知道 洪峰落營這幫人其實是很危險的 所以他為了保護公主 讓他就算經過了一年 被人摧殘了的殘害的茶毒思想之後 都能夠遺失 可以成為一個 十四歲純潔無瑕的 又不是有女 是少女 但是 好不幸地 這個國王就是為了茶毒這個公主 口罩這個公主 就將他送去這個人間界的世界裡面 這個偉大的魔法師為了 繼續保護公主 他同時去了這個人類世界那裡 然後他就為了等這個洪峰落原的帝國沒落 他出盡任何方法 為了就是毀滅這個金城落原 直到最後 直到最後成功的這一刻 邪惡的救世主出現了 隻大白仔 為了就是 將公主解除這個一年的 reset的阻操 不停地努力 魔法師並不是什麼都沒有做 他是揭力想做這件事 哪怕就是 其實你要明白就是 魔法師在這個人類世界裡面 經過了十年時間 他已經成為一個三十幾歲 真正的魔法師 哪怕仍然在這個人類世界裡面 他對一個幼女有一個詞 有一個戀愛的感情 他會被人叫做羅里控 他都不惜為了保護公主 能夠保持一個純潔 但很可惜這個故事去到最後就是 魔法師的詛咒被人解除了 這個童話故事 是一個很悲哀的真愛故事 大家可以繼續討論這套作品 其實 你說完了 就是魔法師 你用你的機箱討論 一定是童話機率錯誤 這個故事其實是 我看完整套作品裡面 然後我就突然想到 其實我是覺得 邪惡魔法師 其實才是這套作品裡面 真正的救世主 他是為了拯救公主 而不惜成為一個華人的角色 他遲了兩年 十月歲好一點 我覺得是 講完之後我們很難討論 不用討論了 現在 不是我討論什麼可惜用年齡的嗎 這個故事其實就是說 金城樂園就是 金城輝皇樂園 金城樂園 簡稱 就是為了避免被收購的危機 他就找了 我其實也不明白 為什麼他會找主角 其實 因為他主角 是以前在樂園裡面的 叫做童星 最重要的一點是 神諭 即是有吩咐找他 邪神的神諭 吩咐去找一個這樣的人 就是為了查讀這個公主 吐毒 即是他講了主角好像以前是天才 那這些是鋪布的 即是合理化的 主角有這樣的能力 又夠久了 但我覺得很荒謬 即是你台前的天才 以及你管理的天才 兩件事 他其實講到 我想神諭就是這樣 我這個人會請求他 但他也講到可剛兒 其實他是一個很聰明很聰明很聰明的人 即是他在這個 是可兒歌不是可剛兒 即是隨便 我真的想幫神諭老主 而這個角色 其實他講到 他唯一不擅長的 就是跟人相處 這是他的童年陰影的關係 但其實未講到這件事 為了要找他拯救這個樂園 就是要達成這個 二十五萬人入場 五十萬人 五十萬人 過了五十萬人 其實不是 他是五十萬人 但他要多二十五萬人 即是他過了九個月 只是急引到二十五萬人入場 不是過往那九個月 是四年九個月 不是他那一年要維持五十萬人 不是五年五十萬 過往那四年九個月二十五萬 所以現在剩下三個月時間 還有二十五萬人 而仙斗就是為了 可以達成這個目標 等到金城樂園 不給這個收拾他 其實也不知為何要找他 他找了可以去做金城樂園的負責 根據你阿倫是打破善良魔法師的結界嗎 沒錯 是 我承認的 我看這套東西 其實這個叫做什麼 我是看完整套東西之後 我是突然之間不知為何 其實我對邪惡魔法師其實是沒有任何感覺的 你其實是不是代入了邪惡魔法師 其實你是魔法師 其實你是魔法師 他那個好像 好像趕中了 沒有關係 但你要明白 我一開始真的沒有留意 因為大家知道這套東西裡面邪惡魔法師出場 都是出過三幕 第一幕就是收購那一幕 第二幕就是中間串阿可怡江那一幕 等車 第三幕就是等車 等車那幕其實是很刀劍神的 看到阿衰鄉那樣的樣子 而我真是一朗姆那個樣子 那個人就是好像衰鄉 這樣不要緊 這個 為了達成這個 也看到這個樂園的人 其實我沒有說錯這個故事 這個樂園的人 全部都是不務正義 全部都是為了鬥糧 而上班 他們根本是沒有為了公主著想 聽聞你也是這樣 不要假裝正義 你也是鬥糧的 但他們沒有做好這份工作 你要知道現在香港 連最大的義工 都要完成歷史事命的情況下 大家鬥糧是一件很合理的事 還有打工仔 九成人花工是鬥糧不做一場 我也是 不過你說說這套套奴 其實整群人一開始 他很幸運 這麼多人之中 他寫得全 他有沒有搞到很亂 大家不明白 誰負責誰 誰負責誰 我覺得是不好看的 其實也不是很多角色 應該這樣說 賀冬昭義本身是寫 他之前寫《驚爆戟》 其實你角色都多 到阿媽都不認得 其實他一定是可以控制到這類型 就是叫做 他轉型寫一套 我覺得 我想那個故事 才是賀冬他想寫的故事 不過這個是我自己的想法 OK 這個故事裡面 好像剛才阿荷馬所說的 他很多角色 其實有之後有去看一看原作 他跟原作其實是有絕對性差異的 原作裡面 這個我再說一下 原作裡面是他改了的 最終魔咒是沒有被破除的 太好了 是的 所以說 YES 我最討厭就是破除這些 你真是破除還是破什麼 不是的 你沒理由這樣 我不理你驚爆危機之前是怎樣 但是我將 撤除了近幾年那些什麼 K-On 那些東西斬走了之後 你經寫之前做的 沒錯 你那些催淚片 催淚片 你當然是有些人 死下 這樣那樣的 那你什麼都大團圓結局 那有什麼好感動位 其實 因為我覺得這個故事 其實我不知道是否因為 他不想搞異 即他應該沒有 supposed to be 異怪 他硬要把這個 完全 一個結局 一個完結 一個完結了 有一點 不要緊的 你第二季開始說 蘇珠又病發又失憶化 魔咒繼續存在回來 就可以了 這些是花山珠羅館 最後一集 不是啊 下季可以 那個遊樂園最終都整理了 今次開超級市場 也可以 都可以 他旁邊現在開了一個 開了一個什麼 超級市場 開了一個十四八超市場 那些 這套東西裡面 可以說其實就是 逐步逐步去解決 解決問題的方式 首先就是 解決員工 冷散程度 甚至去到 其實你要明白 整套東西裡面 我不是說什麼 好似只有少部分人知道 依座樂園 是為公主而設的 其實是 為了給公主 可以續命 而存在 可以收集這個 不知什麼能量 那些 不是其實樂園那個 傳沒 其實就等於公主的傳沒 就是樂園 本身就是 沒有說過 沒有說過 他有個聯繫 他不是一個絕對等 用樂園這個構思 是可以收集到 大量的能量 令到公主 可以維持生命 這是一個說法 簡單的說句 不是說樂園倒閉 公主就會成這樣 不是啊 阿山債邦泰他講過 其實如果他想著樂園 撿了一顆的話 他想著帶公主去買藝 其實我覺得 他是想著賣了公主去 怎麼賣藝 他叫賣春 不是賣藝 怎麼賣藝 C87這樣 一個是扯的 一個就是 這麼大名的 所以我不是說 怎麼會扯的 所以我不是說 你說錯了 一個是蛇 這套東西 紅風大陸裡面 根本上 紅風大陸 公主的王國裡面 根本上是沒有一個好人 不是啊 因為我長期看 一天就看日文 一天就看字 我沒有聽過那個字 讀出來 所以剛才你一說 那童話故事 一說那個紅風大陸 我想了 是紅姓的紅 紅風也是那個紅風 紅風大陸 很合理 真是 真是 所以你看到 其實我看完這套 之前 其實那個所謂的 童話故事 是在我腦窩裡面浮現出來的 但是我扣回到裡面 我再回帶 就是 他裡面就是這個所謂山寨的邦泰軍 其實他聲稱 他們好像有名字 叫莫夫勳 莫夫嘛 他聲稱他是公主的阿叔 這個阿叔 真的是 他是打算帶著公主去賣藝 他是打算是 另外的 其實千斗的角色 其實我都不太理解 為什麼這麼高人氣 他說不是軍人 他是軍人 我覺得純粹是身形 純粹是 純粹是 但是他不知道在哪裡可以拿把槍 只是 露出部分 他的意思是 什麼叫露出部分 即是他要在他身體 有外露的地方 任何一個位置都可以抽出來 所以他只是在這條裙子抽出來 但是你說其實 其實你叫做整套作品裡面 其實千斗的角色反而是講得最少的 都不算 他千斗是沒有很正面 沒有很獨立一集 去講述千斗 他自己本身的背景 有 第四集 第五集 他有講過 見新人那集 不是 見新人那集 其實不是他 不是 他有一集是他 就是他 其實之前是前經紀 但是男主角來了之後 就接替了他的位置 和他的做事方法是有出入的 我覺得 那集會是他做主角的 其實這個角色 我叫我這麼說 這個角色其實是屬於主線故事的角色 剛才二人姐說的那個 只是一個來表現他的性格缺陷 但是你說很具體來說 他的轉變 他是透過事件裡面很淡淡 沒有去講 其實那集應該是以他為中心 來展示這個故事 或者這麼說 他這種套路裡面 其實你要見到的就是 主角發現一些角色 他裡面的一些事件 或者一些困境 他們的角色如何超越 如何突破他們的困境 但是這裡唯獨 千斗是沒有做這件事的 在城套故事上 千斗其實是沒有做過任何突破的 其實他是 其實他都是做一個軍人角色 他只是做自己 都算有的 他幫水 幫水那次 其實是 那個是 表現他原本的領導能力 並不是突破 就是 我之前說的就是 自身的缺點 如何突破 或者是 你可能靠朋友 就像四元素妖精 互相協助 元素雙生雙克的理論 或者是 水族館的價位 就是 千双莫財必有用的那種 但其實千斗其實 某種意義上 千双莫財 就是必賣肉 他是comment market的救世主 他不是這個金城奧義 所以入場人數又創了新高 不過為什麼這麼吸引人去畫呢 真的不太明白 是否因為這裡有驚蛇 我想大家畫男梁畫得猛了 可能畫驚蛇 可能見到驚蛇必有佳品 通常那些女主角 不是 沒有關係 而這套東西裡面 其實 因為我看了原作三集 其實他的改編其實是很大的 其實他的改編 就是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 就是他把這件事件拉長了 其實你儲夠這五十萬人事件那裡 最後是用回體育館那招 但其實是很早已經出現了 之後你見到請新人那些事件 其實已經是第二期 是小說第二本的故事 其實他掉了一些蝙蝠 掉了上次 是的 他又將它變成一個period裡面發生的事件 但他動畫這樣改變 又不覺得不合避 始終要請員工這些事情 都是事實的 請員工那一刻是好笑的 其實請員工那一刻 其實我覺得是拉紮 因為其實你見到員工是沒有任何發揮機會的 其實就算請了那幾個 你知道就是 有多三個女角 多了一些角色 多了三個女角 但那三個女角 是沒有做任何的描述 或者是P-send的方式 在故事裡面 作為一個有面角色 所以其實你在故事裡面 你隨便找多三隻公仔 去做這個員工 其實都已經可以了 公仔不可以唱歌 不可以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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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的 當然你說這套東西裡面 最出位的當然是那三隻公仔 對 硬是那三位 對 經常會做硬 一隻是非常好色的喜嘟羊 好色的不是反而是 那隻肚子 是貓嗎 是貓 是貓 野中男 其實我不知道那隻是什麼生物 一隻 花朵妖精 是貓 是貓 不是 但他的樣子很正經 但他的嘴是說一些很鹹 很黃色的東西 你個人是怎樣 你認識的朋友就是怎樣 他叔叔是怎樣 很自然他的朋友都是這樣 他叔叔也是好色的 你看到他那次 他不是見公那一集 他不是跟他說AV 就馬上插大著耳朵 那個女生是怕 你出了九成男人的AV 都對他耳朵很正常的 然後就馬上插大著耳朵 就馬上插大著耳朵 不過你不要說 除了這三個角色的眼力 是幾個教授 但第一個 千萬不要忘記 就是三角龍 因為沒有了三角龍 其實就是沒有了三角龍 沒有了三角龍的聯繫 沒有了三角龍的聯繫 你說做經理經常做一些 是很平板的那位師傅員 那位不是總部 什麼需要他幫忙的地方 就是複山潤 沒有了 是 我先不說女角的問題 其實這些角色 其實是做得挺搞笑的 當然 對故事推進來說 這三角龍是完全沒有用的 不是的 我覺得挺有用的 不是 對樂園的幫助 這三角龍 其實你看到的 所有樂園的東西 叫做所有的計劃 都是由阿可宜江 一手一腳去策劃出來 即是無論去做一段賣肉的宣傳片段 然後再做一段正常的片段 然後怎樣運用樂園的設施 其實是整個這些內容裡面 其實這類型的角色 是完全沒有任何的協助的 他們只是不搞局 就已經是非常之好 不是的 這三角色是跟他們的職業一樣的 在兩套動畫裡面是專賣笑的 難聽說 不是的 如果沒有了這三角色 我覺得這套東西不能拍到12集 是啊 我覺得只能拍到5集 因為沒有這三角色在搞事 真的是一本小說 很合理 而且沒有那麼動感 因為這三角色 擺明在這裏 好像打工第一個搞事 但又有些衰衰褲 不是的氣氛 雜與雜之間 原本是說經營樂園 一個很嚴肅的話題 但我有一個最嚴重的問題 就是當如果你經營樂園裡面 有三個這樣的東西 那你跟我們放在最後說的 雙眼尾的 每次對線有什麼分別 我覺得很離奇 我理解不到有什麼就別看了 就是這三個都被揭露了 應該這樣說 這三個東西 他們其實是一個正常角色 不過他們各自都有各自的崩良嗜好 甚至是有犯罪危機的嗜好 你明白 雖然他們的樣子是一個吉祥物 但魔法是一個正常的人類 那這些叫表女不一 其實我覺得是沒有所謂的 其實那些角色 我一看下去 我們之前有說的一套漫畫 《芙蘭》 有一集是在樂園裡面 那些人裡面有牆 那些東西 那一集 還有那三隻 其實是一個反差 如果沒有這個反差 看三個吉祥物 你不會有眼藝 這些吉祥物 他突然間他們用了這些東西出來 加上表面 是一些很有趣的公仔地 可以說話 雖雖雖雖居 那種 然後我們是相當的 相當的反差 其實我覺得是很相當的 人外的那幾個是專門搞笑的 即是人那一群是專門推劇成 或者這樣 我會這樣說 他們是所謂的 他們就是表現一個員工的心態 出來給你看 因為他們說 他們說放工他們都一定要去瞇一瞇 不是,他們有一段是開會的 然後說我們不休息的 那一集是看著我 出糧暫時好著 暫時好著才叫 出半份半個月 這是什麼事來的 他們說,恭喜啊,不出糧很不錯啊 他們是給了一個正常人 當然他們用了一個很誇張的手法 但你見到就是,你撇除他們的不良嗜好之外 其實他們是一個很普通的 很普通的,很敬業的大工人 他們只不過是叫做什麼呢 你這樣去想一件事 你現在去迪士尼樂園裡面 扮著這個堂佬,扮著這個米奇老鼠的人 他裡面可能就是說 頂,什麼時候放工啊 他就說,今晚就說 嘩,那女兒多爽啊 其實 對方其實他真的可能是這樣的 難怪拍攝都摸了 我明白了 真的很明顯 那隻公仔,他都很想 不是小朋友 是有些美女過來 跟他一起去拍照 他行都行絕 你看到就是 他扮可兒江上學的時候 他都說,嘩,不行啊 太多女啊 其實他的身份都說 不行啊,很想犯罪啊 我真的很想犯罪啊 他是有那個衝動 如果在公仔的狀態裡面的話 他犯罪你摸到他 其實人們覺得是不小心的 所以他那一刻 你明白他扮著 這個可兒江上學時 他扮著多大的衝擊 就是他現在穿著一套 一個正常高中身的氣服 如果他穿著一套公仔服 他摸人過去的時候 你穿著一個正常高中身的人 摸到一個女生 被人說 你飛了 但如果你穿著一套公仔衣 你有沒有想過 你有沒有想過 這個公仔衣是投入他的角色 是不同的啊 所以不是說敬業 所以反過來 你穿著高中身衣 不會被人打 穿著公仔衣 不過我想問一問 因為其實 他剛才說 出糧那些東西 那時候有一堆說 其實裡面那堆人 記得他的設定 是有些人是真是人 不是妖精 其實我覺得這個 是有點困難了 就是故事的 其實很老的 那你居民在這個樂園裡面 做事不夠人的時候 請回現世的居民 我又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其實沒有問題 因為對於他們來說 現世的居民看這一群人 其實他們叫做 沒有這個魔法視覺的 他們看到的 他們只是一些普通的正常人 不會覺得有什麼特別 不是 他是說 好像有一條項鏈 可以被其他人看下去 就是普通人 可能就是他在魔法角度 那時候是人類的真正樣子 但其實他依然是會保持 在現實中 其實他一直都會保持 那個 我們在動畫看到 他好像一個很傾形 不是人的人 但在其他人眼中 他是普通人 你突然說到這麼三十二 什麼 沒什麼 即是你說 他這些角色 其實他一直在表現 當然你說 為了抱著 公主這個角色 公主其實就是 一場物 他其實跟聖鬥士星矢的沙跡 其實是一樣作用 他有兩樣作用 第一樣就是被人保護 第二樣就是被人捉 第二樣就是被人捉 就是沒有了 就是這樣 我不會反對這件事 不要再這麼說 成活沙跡 他欺負得這麼誇張 公主又很霸佔一點 很純潔一點 當然 都說了 這個是多得魔法師的魔法保護 你老實說 如果 作為一個少年少女 如果你身邊的人 又煙又酒 又整天扣女 又不務正業 給你一個壞的形象 很明顯 這些傢伙之後 的人生的道路 他都不會好得去哪裏 其實不應該是這樣 如果你小時候 一開始已經接近這些人 其實你應該變成那種人才行 你就不會知道那種吸煙是惡 所以魔法師就是 他就是趁公主 還沒受到這種思想污染的時候 就特意設一年的年紀去保護他 就是哪怕這一年裡 他受到什麼的茶毒都好 他都能夠變回一個 純真可愛的少女 在7月的時候 可能他已經嫖妒音當中 完全齊了 公主之後 8月31日 我想知道 8月31日 他都會變回一個純潔的少女 也會變回 其實很容易 你要明白就是 魔法師 魔法師 這句話有點可圈 這句話 Tankman說多一次 怎樣嫖化 又變黑獸了 你要明白 整套東西裡面 其實他是一個很精妙的報局 很精妙的報局 剛才如果說到 夜人者公主 如果他又煙又走 又什麼 其實就算那個記憶不設定 他都會有煙引 所以其實 魔法師就是做了一個很聰明的事 他連他身體年齡 或者整個身體狀態都會回到14歲的時候 即是就算你吸毒 你嫖妒 都可以不斷回到 你飲酒 飲酒 飲酒 每樣都齊齊都好 沒問題 你都會回到14歲 最初期的狀態 身體狀況OK 不是簡單一句 未經人事 我沒有這樣說過 我應該已經不良嗜好 我剛才說 穿了可以補回 我明白 OK 我定了 你明白 這個魔法師保護 我覺得是 他不是一個助手 真的永久的保護 絕對保護 老實說 他真的包不了什麼 他發生意外死了 是人獸 如果他死了 真的沒有了 不是 這樣撞了之後 8月1日 就爬回來了 這件事沒有驗證過 你不知道 但你明白了 我看完這套 當我有了剛才的童話故事 我真的回想 我覺得 這個魔法師真的不簡單 這個魔法師真的 他做的一切準備 我覺得 不是一個常人 能夠猜測 他可能真的準備了很多手的準備 你明白 當阿可宜江 小時候見的公主 待十四歲 大大了 見公主 十四歲 多好呢 如果沒有這個妨礙的話 大位公主 可能是一個三四十歲的老姑婆 24歲而已 他都說過 十年而已 那已經過期了 是不是 你的期限是怎麼設的 什麼叫過期 食用年齡 所以我都說 那個愛是偉大的 你見到就是 魔法師 你見到他已經差不多 30歐 其實他那個死人的樣子已經是 那個樣子 是不是實際的年齡 其實那個樣子 因為封住人家 不一定是十四歲 他十四歲而已 人家不一定是十四歲 他已經過了二十四年人生 但他每年都會重新 其實他一直都是 在十四到十五歲之間 一到十五歲的時候 他就會回到十四歲 他只會有十四歲的知識 和他的身體狀況 你當是一個靈時迷子 重新的那種感覺 對 他比靈時迷子 更加偉大的魔法 你要明白 靈時迷子 不會重新的記憶 但是 這個簡直是一個對青少年最偉大的保護 永遠不會長大的 小飛俠 永遠的少年 當然 這個關乎就是他為了保護 當然我覺得 魔法斯 如果令到洪峰帝國沒落之後 我相信 他是會解除這個保護 但我還是要堅持他 我真的覺得這套是真的不好看的 我真的理解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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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是哪 或者這樣說 這套東西 其實他有他亮點的地方 但是他 我減走了聲優 減走了顏藝 減走了巨雨千斗 你還得到什麼 你意思是主線 主線是甚麼 主線就是令到這個樂園復活 當然你說令到樂園復活 其實他沒有 他沒有好像小說版 用到這麼無所不用其極 你看到就是 都很熱血有情 努力 激熱勝利 但是很少 其實我看這套動畫的時候 看了頭戲 他想說一套 怎樣把樂園變生 吸引人流出來 會不會 那個細緻位做得好些 譬如說 怎樣解決客人 不滿意的需要 這些方面 好像玩一隻遊戲 即是模擬樂園 不知道有沒有玩過 因為你太尷尬 當你這個年代 你已經會有了 那些狼魚香生鳥 魔王勇者 那類好像很驚迎向的 會很實在地說這些 這邊你想做的那些 他又不是 你說他做賣文番 他又好像是 但是老實說 你做一做一做 其實純粹是那個 那我最理解不了 就是什麼 當幼馬跟我說 這套東西 會重現回經社 以前昔日的 輝煌年代 那些特點 那我想 是不是我以前沒有看過 我理解不了 不是 因為他其實 不是 我覺得是有件事 為何吸引的 因為其實他那個經營 就是狼魚香生鳥 那些 相對來說 他需要那個知識 又未必有需要很高 但是他又可以 用一個較為初階的方法 去認識到這些 所以有時候 容易一些 我作為一個看過原作的人 即是 容許我劇透少少少 其實 在第一冊裡面 其實達成五十萬這個人數 其實可宜江其實是 出了一些犯法的手段 簡直是違反法律 因為這裏我覺得可以說一說 因為他過了這一期 其實就是 原本 在這個所謂 運動場計劃 去招攬足球的 那兩隊球隊 很重 其實 他這裏就改了 是說 別人的球場 因為修整問題 就是香港大球場修整問題 但是其實 是可宜江和 魔符可 他們兩個 去潛入去 破壞了別人的球場 而同時間 就是修復自己的球場 令到就是說 我這裏有個球場可以用 你介不介意 我就吃虧少少給你 沒什麼所謂 其實他是用了這個策略 但是動畫應該沒有提到 動畫就是因為 不知道 可能是 正常的 好像現在的動畫 就算喝酒 都沒有場面喝酒 吃煙沒什麼要吃煙 只喝橙汁 有時候 你發落太過這樣 可能他會修正 我覺得很合理 所以其實 尤其是 我作為一個 看了原作的人 就是 這些人 真是 真是殺人放火的 我覺得他們 不是吵不出的 公主在這個 這樣的環境裡 想帶你 怎麼能夠 不貪心呢 是不是 所以 所以 一開始 他講童話故事 就說 他來了一個救世主 就說打吧 整件事 很合理 就是這個故事裡面 原作 其實 寫裡面 他沒有用很亮麗的手段 好像動畫 用這個熱血 加這個熱誠 再加這個努力 就可以達成任何的事 這件事其實 第一本裡面 他不是做這件事 當然之後的套路 你說 小說裡面 好像跟動畫 都是相似的 都是走回 一些 日常生活 在樂園裡面 會發生的事 當然 其實他有一條主線要走的 就是說 在小說裡面 公主的助奏 是未被解除的 其實他們一直都要去 尋求他這個方法 怎樣可以解除這個助奏 其實相對的 就是 你最終都要跟魔法師 去做一個對抗 其實會是 我之後就沒有再看下去 究竟是一個經營層面上 去打敗他們 侵佔對手的產權 還是用魔法的手段 還是用戰鬥的手段 都好 他怎樣去 能夠去破除這個魔咒 其實 那個故事 是不是真的這樣發展 但是動畫裡面 他就用了 有馬和夜人姐 其實都說了 下季可以繼續失憶 就是說 其實只有那天 只是extend了一天 其實只是 就是延長了幾天 他們純粹是記錯日子 我想 OK 或者我簡單說 我不喜歡的地方 其實他跟其他片 沒有分別的 因為他也是 開了一個頭 然後不知道做什麼 然後最後的三集 有危機 解決了 完 我承認 我承認 他那些問題 他是有的 不過叫做什麼 他跟那些三句 靈止始末 沒有分別 他靠角色的表現 去把這件事搭救了 令到你看下去 令到你看到這套 你沒那麼辛苦看下去 不是 還有他跟其他經濟狀況不同 其他經濟狀況 他真的可能 如你所說 最後幾集才有危機離開 但他一直保持危機 每一集到 沒有所謂的 還有幾個殘存 我們差幾個客人 每一集會提醒你 流言快要倒閉 你這個沒有意思 你這個就是2015年 使徒集來 然後順在打打打打打打 整件事沒有分別 一開始就說 人類快要打柴了 整件事沒有分別 你把事情拿出來說 應該這麼說 沒有那個前提 其實這套東西 你說可兒剛的策略裡面 他一直有做的事情 就是慢慢去build up 人數越來越多 你也在畫面表現上 其實你會見到 入場人數 他也是在畫面上 有留意這個表現 就是越來越多人入場 開頭就是 這次C 沒有什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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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開始就多人入場了 當然你說 十二集裡面 我覺得他沒有這樣的時間 或者他自己有考量 這個不清楚 這個不是我剛才 一直提到 就是我其實 看這套動畫的時候 我是想看那些細字 或是這套是做不到的 無可否認的 但他這些位置 他不是沒有留意 就是你見到 人數是有慢慢上升 但當然你說 要到五十萬 一定是有個爆點 突然之間 飆高了人數出來 就是靠這個運動場 對 足球這個事件 他就解決了大部分的問題 不過我也覺得 用一個 不是非法的手法 去吸引到最後 埋尾 我覺得會好 過用一個非法的手法 免費入場 譬如說你拘捕客 最後幾分鐘 找親友過來 這種不是正常 經營樂園的方法 或者這樣說 我覺得他是解決一個 他就是解決一個 mission 他是達到短期目標 但是經營來說 不應該這樣做 他不是經營的 或者這樣說 其實 因為本身是缺少了一件事 其實是 可宜江本身 他自己對人 信任的態度 因為其實他沒有去 沒有說過 沒有說過 而突然之間就是 最突厚的一段就是 可宜江拜讀他的同學 一個就是 出過半集都沒有的同學 就說 你過來幫忙 出過半集 出過五分鐘 對我來說 這個改變來得太突厚 跟千斗一樣 千斗就是 這個人根本沒有改變 他沒有經歷過一些 令到他的態度 有絕對性的改變的事件 所以我覺得 反而你說 我寧願就是 用他原裝的那條條 其實就是 犯法手段 不犯法手段 可宜江本身都說 他都說 什麼手段我都會用 其實 主要達到那個目標 對 他根本就是一個目標為本的人 就是 小說裏面也都說過 他慢慢改變了這種思想 但是 你現在在裏面 突然之間改變了這個思想 我覺得看下去 我是幾不滿意 就是 最後那一節 就是 他們不停去找朋友 就是我不管 你送又好什麼 那段是不好看的 不過我想 京社都想做一些 類似合家歡那類的結局 那類的結局 合什麼家歡 這套東西 我感覺上 又做不到那種效果 就是 你最後解決那個目標 那種方法 我覺得是 不好看的 還有整件事 剛才說過 男主角那件事 其實那個人 好說你build up 我當你build up 沒有進步過 沒有變化過 千斗 某程度上 都可以說沒有什麼 那你跟著看那三隻幾個東西 在那裡 熬熬無散散被人打 那 那我跟K.I.有什麼分別 沒有的 其實 其實你那個感覺就是 類似看漫畫 我們之前說過一套 暗殺教室 那種 那種限期前 他發生什麼事 感覺就是 他報告的時間不夠 好像每個人 找他們熟悉的人 大家同心合力 為了做這件事 首先就是 他有幾部份 就是 每個角色裡面 他身邊認識的人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解決事件 其實都是分樂園的人 你就見不到 那個人 原本的圈子裡面 認識什麼人 首先做不到這個效果 第二個問題 就是 他們一些 角色上 主要角色上的互動 其實不是很足夠的 我最討厭那個位置是什麼呢 就是 他聘請人那一節 他說 千斗好像開始喜歡那個男主角 問題是什麼 他喜歡他的原因 他是沒有原因的 他的原因就是 將他過往 見過他的剪影 他出來的片段 全部剪出來 我在想 你完全是存夠鏡頭 可以出話 我喜歡他 然後就播放一些舊片出來 沒有分別的 所以 他 一件事也沒有 他是 他是 強行將原裝小說裡面 三本的內容 他強行壓縮成 一個十二集的故事 然後 犧牲了很多時候 就是剛才這些所謂的 世衛 佈局的事情 就是說 如何一步步營造 最後 沒有問題的 最後你要先程 你要用這個有情努力 勝利 去做這個作業 其實京社應該是有這個意識的 所以你看到他做了很多這些事情 但是 周邊的配套不夠 時間性都可能不夠 令到就是 最後那個集 給我看出來 其實很特立 但是有一件事我也覺得挺有趣的地方 就是 京社這次 他有男角有女角 反而沒有放戀愛線 不多 有啊 魔博斯線就是戀愛線 不是嗎 我一直覺得是的 算了 你 真的不多 其實 有女主角那些男主角 都沒有一條 好像戀愛那種感覺 沒有鏡頭 剛才不是說了 那些真的不是亂來的 然後就說 是未到 因為老實說 三本小說裡面 其實是有提及過這類型 我都說 他是犧牲了 犧牲了所有這些角色的互動 他為了解決這件事件 那麼 這個 還有其實你以事件而言 譬如說 我重建這個樂園 吸引的人 譬如說做宣傳 資金運用 其實我覺得 都不是說說得那麼足 你都不與他說得足 其實 因為剛才回到阿淑然說了一句 沒錯 你們是見到 樂園入場的人數 人的量 增加了 但難聽些說句 你這個人增加了 又是你的Layer copy and paste 多幾個人 他一開始進來的 很殘 很爛 更爛 我們當年 一年前倒閉的那間 那樣的樣子 現在阿士的樣子 其實突然變成新的樣子 他連翻身都沒有說過 OK 沒錯 你可以用地鼠人 他說重建能力很高 但是 你給他指導 他指導 他指導那些SIM 看看就行吧 他有一天 停了樂園做修緝的 是 有做過的 他是有做過的 即是你說 你不要理 他一天可以建一座城堡出來 都好 這個是魔法王國的超科技力 你不可以去質疑 他只要說過 他有休過完 就不是說 我第二天 我繼續運作的時候 突然間 那些東西變成新 我就覺得很過分 即是你叫做什麼呢 你可以叫做 描述不足 你可以叫做 但你不能說 他沒有留意 他是有留意 不過其實因為 本身經社不是擅長 做這些所謂 對細節位 去到這麼細節 他不是做開這一類型的作品 我們不是又說P.A.W.N 其實我覺得這些經營漫畫來說 我覺得細節位 我覺得不算 你這套是 學員 戀來 喜劇 你上次說學員戀來喜劇 你上次說學員戀來喜劇 你哪有學員啊大哥 神經病 可二綱那裡不是學員 你這麼說 他批了大哥 然後扶他 他也要上學 是不是 他只是需要放學 他沒有說 有上學第一是學員 你搞錯了 至少有一個員工是學生 其實是有學員線這件事 不是 後背都是學生 不是 有一集是 他病了 找幾個男人去學 那一集就是 也是 都是一種 所以其實 這套東西 固然說 他的確是有幾多 在一套作品 而他解釋得 不是那麼好的地方 我覺得 是的 這個真是認真的 出細節位 我告訴你 他是靠很多女角 他知道怎樣去賣弄女角 都不算 然後加上 這套作品裏面 本身角色 你說那三隻 武功仔 他們自己的一些 表現力 他們都 在動畫裏面 都用到動畫的 威力去發揮出來 反而我覺得 那三隻武功仔 是最出的 最吸引我 我覺得最好看 就是最後一集 那條PV 那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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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覺得不錯 那一段 之前那十二集 真的浪費生命 十二集是完整個劇情 十三集類似一些 是支線 這樣 插出來做 那一段PV就好看 那一段PV 我覺得很一般 我覺得那一集是很無聊的 那一段好笑 我覺得 但前面那些 可能性質不同 或者這樣說 因為不是說魔法師 我真的覺得 我沒有什麼興趣 你有哪一集是說魔法師的 算了 他是有暗語到整件事 老實說 我不期待其他人 可以看到這條線 但我覺得 大家看這段 先不妨聽了我的紅話故事 然後再去回帶看這個故事 你會覺得 這個故事其實 真的在說這件事 算了 總之 我甚至是很想叫他 給賀總之 問問他究竟 其實我的解讀 是不是正確的呢 算了 公主 是一個精神上的領袖 是萬不能蝕俗心侵犯 你知不知道 我沒有蝕俗過他 我沒有侵犯過他 我只是在說一個偉大的愛 我只是在說一個偉大的愛 你剛才說嫖賭飲什麼 嫖賭飲什麼 嫖賭飲了是其他人 公主 你說他會reset 那reset 是一個保護機制 童話故事是人容鬼出現這些東西 你有沒有看過鑑童話 我現在在說一個黑暗鑑童話 消滅了就不存在 沒錯 就是說 reset了就不存在 什麼嫖賭飲 所以沒有發生改 真的 這樣也行 好合理 我們這一套講到這裡 我們下次回來繼續 我們下次見